特别是韩国 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们要找一个半导体 一个Trip4 今天联盟的时候就得拉韩国 而且现在拜登据说又会有一个 史无前例最严厉的一个对华的投资限制 这当中说要针对的是什么 风投还有私募基金 基本上就是在创新 以及新创这一块 他必须要严格吓阻对方能够获得最新的技术 所以现在他就告诉你了 三星SK海力士 你不要想说如果美光在中国被禁之后 你要去填补缺口 这些万万不可以 技术不能让中方拿到 但是荷兰这边ASMORE他讲什么 他说其实出口限制是真的比较宽松吗 他是这样讲 基本上我们确实在美元这边 美国这里给我们很多的限制 我们有点担心 但是他要知道 占第一阶晶片制造设备订单 中方买家也有三成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他觉得可以补一些些的回来 换句话说是不是 基本上对于外国厂商来说 中国市场还是一个主力 可是中国已经知道 你就被卡脖子对吧 习近平也已经讲了 科技必须要拿回主权 所以现在传出了他们的晶片业长将存储 先前也传出会被制裁 要怎么样躲过制裁 有一个极机密计划 叫什么 叫武当山计划 这个计划是怎么样 这个计划说要透过中国的厂商 上下游整个串起来 我们要全部自己来 好可问题是 现在到底是谁参加 或者是里头有哪一些的供应商 据说里面所有的商标都要被涂掉 原因是因为不能让你知道太多 这里头秘密进行 武当山计划 就是要来反制美国 其实在现在 在整个市场当中 有一块市场 基本上不管是美国或欧洲人 大家都已经公认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最厉害的 就是新能源车 因为现在的是个上海车市 大家就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气象 而手机的新能源车 说大陆的前十名企业 整个销量已经增加大概有四成了 甚至日本人车子以前 大家都说日车很厉害 对吧 结果现在丰田的副总裁 去上海参观车展的时候讲什么 讲说纯电车这一块 我们真的要迁徙的跟中方来学习 所以他叫他们日本的祭司 是直接去量 量所有多少 规格怎么样 他自己也去试作红旗 那美国的福特是怎么讲的 他们执行长说 基本上他们现在认清要重塑品牌形象 甚至是整个概念 才可以应对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激烈竞争 那在这一次的车市里头 确实有很多的新的设计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就发现了 在中国讲新能源车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只单纯在新能源这一块 你还必须要智能化 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很多的零件供应商 其实是科技圈来着 现在都已经变成汽车朋友圈了 因为现在你要真的变成一个新能源车 要变成一个智慧车 你必须要整个把它整合起来 这中国还是必须要拿回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权 好 讲到了美中经济 现在就在讲啦 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跟中方经济脱钩 他们的商务长 他们的贸易代表都说 不可能 不会 不会 但是数据上面来看 确实啦 现在美国经济处于落运衰退 而且对陆的贸易是持续的在下降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呢 好 特别是在金融业上面 我们就发现了 金砖三国今年是大买黄金的 而他们的经济数据 美国的经济数据 现在看起来很多部分不是那样的好 甚至金价跟美元 有的时候大家会拿来一起看 那金价现在涨上了2000美元 是不是代表美元现在是在走弱的状态 好 即便如此啦 很多专家还是告诉你 美元要真的完全被取代 可能还要很久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外汇存底呢 六成还是美元 那同时呢 人民币的部分 现在外汇存底大概只占2.7% 所以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会取代美元 好 但是这个郭正亮 我们的郭博士就要告诉你啦 其实也是要小心啦 原因是因为 如果说现在 拜登要持续的用科技方式 全面的去围堵中方企业 或者是让他不要去投资中方企业 小心啊 你会变成拜登啊 失败的败 因为呢 中国其实不缺钱 他不缺你投资 你要是真的完全跟他全部脱钩 你全部不去投资他 反而到最后 你会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掌握不到他的讯息 回过头来 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 拜登现在呢 说他的这一波最严厉的 对华投资限制 先锁定的是 风投还有四目激进 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的方法 技巧 法案 一定是一波接一波 不会就此停止 也不会就此打住 所以拜登心意坡说 要对针对 企业资金融 以及公共投资金融 投资中国大陆 要做出很严格的限制 那这什么意思 这当然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缺钱 所以需要美国的风投 跟私募基金 不是 是因为美国市的风投 跟私募基金 手上都有很多科学技术 他基本上就是 我准备多少科学技术 我要投资什么行业 然后我变成你的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投资者 是用这种概念 拿到比较低的股价 然后我搭配我的管理经验 我的资讯 我的技术一起合作 这个是美国风投公司的特色 所以拜登发现这种情形 就直接要把风投公司 到中国大陆投资关键产列 给怎么样 给切断掉 给隔绝掉 这个还是在科技上的一个范畴 然后很好 当然是大陆会有武当山计划 或者少林计划 或俄美山计都很好 但是艰苦的日子才刚开始而已 因为就拜登或者美国人来讲 只要找得到你中国的软热 他已经请全力的什么打压 不要讲北俄 他打起日本来毫不松索 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 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说 好像有点效果 后来发现效果没有到达预期 再加码再补充协议 再加码连续补充两次协议 日本的半导体就垮下去了 打到现在 现在美国要打垮中国的半导体业 刚开始而已 他觉得你还有喘气 就砍了 你还活着 就宰了 所以中国大陆要有心理准备 一定是会越来越艰难 越来越激烈 不排除会延伸到电动车去 他觉得电动车很行 我卡你电动车就开始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要有所准备 任何冒出头来 一定会被美国砍下去 至于说要不要取代美元 我觉得人民币大陆也好 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不要去管外面要不要用人民币 因为你中国人民银行 手上最多就是美元 你怎么说服被人改用人民币 其实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人民币三大块 跟美元竞争三大块 因为储备货币 你比重还是很低 第二个贸易交易的金额 你比重也是很低 第三个外汇中心交易金额 你还是很低 你不需要在这方面伤脑筋 对你本身也没有实时上的好处 所以我不论的时候 人民币很难赢 赢不赢 现在不是那么的重要 比如举个例子 外汇交易中心最大不在美国 在哪里 在伦敦 英国经济比较好吗 也没有 你说德国的外汇交易不好 德国经济也没有很差 你美国掌控美元很强 全世界也很强 可以到处弄 所以它金融操作 跟伊朗系统的关系 你说美国经济 有因此比较好吗 我觉得未必 所以现在先克服半导体这一关 先克服科技产品 尤其中国大陆最近出口的时候 对美国 对欧洲出口是有疲软的现象 但是因为对俄罗斯跟东南亚国协 出口大为畅旺 做了弥补 所以我想说 还是要攻克 攻克欧洲市场比较实际 好 回过头来 我们等等广告回来 就要来讲一讲 到底现在要怎么样来看 这个中美科技大战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美国又要再一次 来祭出制裁 但要请教赖老师 原因是因为大陆方面 长江存储 他们要有一个五当山计划 您怎么样来看 美国对大陆的制裁 当然不会手软 而且它一定要 想方设法的 把中国大陆的关键 尤其是假脖子的 这些产业打到趴 我想一定是这样做 当初它对日本能够成功 是因为它成功的联合了欧盟 欧洲的这些国家 可是不要忘了 日本的人口数少 日本的人口少于美国 也少于欧洲 然后这第一个 第二个 日本是出口导向 所以它更害怕的就是 美国跟欧洲对日本 那么实施贸易上 那时候WTO还没有很成熟 它更害怕的就是 美国跟欧洲对于日本 实施贸易上的手段 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讲 当然碰到重挫 尤其当时日本的一些产品 正在欧洲 从低级的产品到中阶 因为日本当时在欧洲 还没有到高端的产品 我那时候91年的时候 我到欧洲去的时候 日本的产品在欧洲的价值上 电器还不算是不能有高端的价格 都还是中高端一点点而已 甚至高端都还谈不上 中高端的都还不多 他们都是中端的 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说 好像美国他们很喜欢 嘲笑台湾的产品 尤其是雨一伞 那风一吹就倒 其实更早的时候 欧洲他们在嘲笑 是日本的产品 风一吹就倒 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情况 好 可是我觉得大陆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大陆的人口数大 14亿人口这么大的市场 而且不是出口老巷 中国大陆的出口 跟它的国内的GDP的比重 35不到 也就是说出口占它的 贸易占它的整个GDP 不到35 那么美国却超过35 所以美国的出口 跟中国大陆的出口 你看谁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好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再加上中国大陆 可以用举国优势 而且大陆的企业是爱国的 所以你看当长江存储 现在宣布低调的 宣布2020年国产化开始市场 我觉得全国产的话 市场它会宣布 而同时对美光实施调查 其实就是给美光压力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美光不愿意 接受惩罚后的赔款 未来可能都禁止 进中国的话 中国的长江可能会来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美光 还在调查阶段 问题就在于说 当两个讯息同时出来的时候 一个是动作 一个讯息的时候 你美国就要多思考 你美光也要多思考 是 好 到底这场战 最后会如何来化解 科技战 还有金融战 我们最后要请黄老师 等等广告回来 帮我们做总结 好 我们最后要请黄老师 帮我们总结 好 我们刚刚讲了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科技 还有金融 我想谈一下 新能源车这一部分好了 因为各位如果知道 在疫情逐渐复苏之后 在2022年的时候有1060万辆新能源车 今年大家预估多少 从1060到1450 又增加了大概400万辆 这个车有谁分呢 当然中国大陆的市场 目前占了六成多 西欧大概有三成 所以中国大陆跟西欧就把增加 这些车很多就分掉了 可是谁做的呢 大家都想到特斯拉 但特斯拉是总市值很高 因为它卖的贵 可是大家现在看的都是比亚迪 因为中国大陆这些领先的车款 在世界不遑多让 所以刚才丰田讲说电动车要 纯电车要向中国大陆看齐学习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看到了 目前市场的一个领先群里面 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很多个 而且相关的就是说 像这些LED电池充电的基件 还有AI晶片 还有像一些这个它的模组 周边全部受惠 我们台湾也受惠很多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新能源车的发展 其实台湾是跟得上的 虽然说台湾不会做 但台湾可以跟着中国大陆厂商合作 像LED的这个组件 我们就最近的股票就涨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我们在对中国大陆看 company 也未见过 我们在对中国大陆看 是不是 不管是没有 感谢观看